欢迎收看4月4号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杨梓生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清明年假正式开始 但受到4月3号花莲大地震的影响 原本台东清明年假 台东旅宿业定房率近9成 不过灾情一出后 不少的饭店、民宿都不断接到退房电话 甚至有民宿业者表示 就连5月份的住宿也有退房的情形 昨日上午7点58分 花莲发生了瑞士规模7.2的强震 造成铁路以及公路系统的损毁 因此原本预计返乡扫墓或是出游的民众 只能更改或是取消行程 这也让台东不少的饭店以及民宿业者 退房的电话是接不完 在地震发生后 我们陆续接到大约10几通的取消地方的电话 本来清明年假的住房率大约有将近9成 目前退了大概2成左右 还剩7成 那由于是属于迁灾的范围 那我们对于取消订房 我们不会收取任何的取消的费用 现在退房退的很多了 因为目前铁公路都没有办法通 尤其花莲那边苏花公路最主要的交通都中断了 铁路铁轨都受影响了 铁轨都翻漆了 所以一些游客免不了 大家心理上都会有障碍 也不敢出来玩 所以包括连下个月的地方都可以 而因为恰逢清明节的关系 有卖鸡肉的摊商就表示 是有比平常多备货 但因为都是采用现主的方式 因此对于游客减少一室 倒不是很担心 就是因为清明节年假这样子 大家有些需要扫墓 我们就会开始准备这么多这样子 如果没有转我们就冷冻这样子 所以就像平常的话 如果是年假你们还是会多准备一点 但是不会过量 但如果有时候我们没有卖完的话 我们都会捐给那种弱势团体这样子 就不会再拿到隔天到隔天 就是拿去捐给需要吃的 虽然目前铁路已经抢通 但人事有不少的民众 担心后续还会有余震的发生 因此选择取消行程 这也让这个清明廉价的台东 人潮瑞景不少 记得陈吉林台东市报导